台中市的观光美景再度扬名国外 日本国际观光影像节 公布了2021年的奖项得主 台中市观光旅游局的城市观光影片 涌夺最佳东亚影像奖 而影片找来议员徐若轩配音讲导演 接连一连串快动作的剪辑 有自行车道庙宇城市夜景 台中公园大坑步道还有泡温泉区 有快有慢呈现台中市多元的样貌 并且打败了1207部的作品 涌夺最佳东亚影像奖 让世界看见台中之美